各位知道委員會審查的時候一個流程其實是什麼嗎 就是官員會先到那個位置上去做報告 各部會的報告 報告完之後各個立委們 你們各個立委們 聽完他們的報告之後再上來質詢他們 那我們剛剛是先做一個研究 研究要問什麼問題 那等一下就是各個 我們今天邀請來備詢的真立委們 要來做一個部會報告 要來做一個報告 那其實我剛剛有發現大家討論其實都很熱烈 我相信還有很多台下想要發問的問題 沒有機會被問出來 所以我們剛剛桌上應該都還有便利貼嘛 等一下你們也可以自己先把你們的 把自己真的想問的問題寫在便利貼上面 隔壁桌子應該有 把自己想問問題寫在便利貼上面 然後交給我們工作人員 然後我們會等一下會一併拿到台上 然後我們可以抽取一個問題看時間 然後選擇個問題來直接對委員發問 所以麻煩幫我寫就是說 你想要問哪個委員 然後什麼問題 就這樣簡短 就不要太複雜 因為太複雜可能就比較不好問 對 問哪個委員 什麼問題 對 然後幫我們寫在便利貼上面 然後交給工作人員 其實呢 就說 什麼問題 我們為什麼在威脅上 你真的有穿了 不會 也是 什麼問題 我們就有個問題 洪郭君先生,郭君呢? 洪郭君先生,郭君呢? 好,各位,大家好! 那,這個活動我們接下來就要來進行那個立委給問嗎? 這個今天大家最期待的一段啊。 那我們今天真的非常非常要先說,非常難得可以邀到各個立委, 而且各個委員平常都是質詢別人的人, 今天他們要來成為被人民、被各位質詢的對象。 我相信他們心中可能有一些各種心路歷程 也許等一下今天結束之後 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這個機會非常難得 我們也覺得就是現在來的這四位委員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開放 也讓各位問 其實有一些委員私下問說 這樣會不會被修理 我都跟委員說不會不用擔心 對就是我們就是針對國會裡面的事情來去討論 那我先介紹一下那些請大家等一下 別忘了就給予熱烈的掌聲 首先第一位是民進黨的立委李俊逸委員 那第二位委員是民進黨立委鄭運鵬委員 那第三位委員是國民黨的立委蔣萬安委員 那第四位立委是我們時代力量的立委徐永明委員 那真的還是要再說 這是真的非常難得難得的機會 所以等一下大家有 我們剛剛已經透過一個模擬的過程產生問題了 那我當然知道各位可能有很多想問的問題 別忘了剛剛國軍有介紹了 怎麼樣在網路上面留下 在網路聊天上面留下你的問題 我們等一下還是會有一個統一QA的時間 今天既然四位委員來了 我們就不要放過他們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今天是我們就請第一個就部會報告 我們就先請第一位李俊逸委員來為我們打頭陣 打掌聲歡迎 那我們一位委員剛剛忘了說就是一樣 我們一位委員就發言八分鐘 那委員都很熟悉那個時間了啦 好 主席各位先進 接下來跟各位報告 今天可能是我在座大概資歷最深 年紀最大 所以請我先報告 我今天跟大家談的是國會改革的問題 我想在國會進入國會改革 我們討論的過程當中 我先請教一下在座的各位 對於現在的立法院認為他的表現 你非常滿意的請舉手 滿意的請舉手 普通上課的請舉手 不滿意的請舉手 非常不滿意的請舉手 從頭到尾不想理我的請舉手 我們看這張 這張是天下雜誌 今年在1月16號做的一個調查 他說的一個問題是發現89%的人 對國會的表現是不滿意的 對國會的表現就是我剛剛問的 不滿意或非常不滿意是不滿意 為什麼有這麼高達89%的人 會對國會不滿意 可是你如果仔細去看 各個民主先進國家的國會 大概的比例都差不多這樣 所以我們談國會改革 第一個問的問題是 立法院也就是國會的設計 是為了要讓你滿意的嗎 各位聽懂我的意思嗎 立法院的設計是為了要讓你滿意的嗎 比如說我們如果在場 我再問一遍好了 在場的參與的這些學員們 你們認為我們的年金改革非常重要 一定要改的請舉手 好謝謝 可是今天在外面的就通通不滿意 聽懂我意思嗎 因為國會的設計本來就不是要讓某一方滿意 或某一個人滿意 或某一種意見一樣 它其實就是各種法義不一樣 然後如何取得平衡點 這就是我們幾位在做的工作 所以如果法義的平衡 你真的能夠取得平衡點 那第一個你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不滿意 聽懂我意思嗎 所以任何事情你如果從百分之五十開始算 那你就覺得不滿意八十九還好啦 還好啦 因為立法院的設計是希望它多元 希望它有各種涵蓋不同的聲音 然後從不同的聲音中取得 這個不同法義的平衡點 這個才是國會的設計 這才是立法院的設計 所以立法院要大家滿意 其實不太可能 就像我講的 我們希望都希望年金改革 今天在場的 在這裡的 在外面通通不希望改革 那怎麼辦 要取得中間的平衡點 另外我在內政委員會 我們上一個會議討論一個案子 我舉例給大家聽 這個案子叫做公寓大廈管理 不得禁止養寵物 贊成的請舉手 反對的請舉手 那你知道最後怎麼解決嗎 公寓大廈沒有不得禁止 還是要保留給管理委員會有一個空間 但是在什麼情況下 如果旅券不聽的話 他可以要求他不得禁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不同法醫的平衡 你秧寵物你當然有你的權益 但是你三樓秧寵物 二樓有一個剛出生的小baby 那要怎麼辦 所以立法院的設計 不是為了滿足每一個人 立法院的設計是 橫平各種不同的聲音 我想這個是提供給大家思考的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我想請教大家 現在對立法院最不滿意的理由是什麼 下面有幾個選項讓大家選 認為什麼事都把政黨利益放優先的 是這個理由的請舉手 認為是立法品質不好的請舉手 認為立法院的立法委員操守不好的請舉手 我們四個人不算 認為是意識效率太差的請舉手 認為是協商不夠透明的請舉手 認為是協商不夠透明的請舉手 我們看這一頁 有的認為立法委員操守不好 有認為意識效率不好 有的認為政黨協商的透明度不高 那協商的透明度不高這件事情 協商是幹什麼 協商是幹什麼 協商就是讓少數黨 有充分發言的機會才要協商 否則每一件事情都表決就好了 那我們民進黨長期以來都是少數黨 今年2月1號開始第一次體會到做多數黨 那我們最希望說通通不要協商 每件都來表決就好 可以嗎 所以如何讓協商更透明 真的能夠把各種意見拿進來 這個是協商的問題 那現在看起來 第九屆的立法院跟第八屆的立法院 對於協商透明這件事情 大家的要求大家的觀點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因為現在整個都轉播 所以你看不出他有什麼不透明的地方 那第二個 這個意識效率好不好 這是我要請大家思考的第二個問題 立法院國會機關是設計來讓意識效率好的嗎 每一個法案都必須嚴格的審查討論 然後在委員會 委員會以後送到院會 院會再討論 討論過以後二讀三讀 那如果你是為了意識效率高 沒有一件沒有一件沒有一件通過 適合嗎 所以本來每一個文字每一個法案 都必須很斤斤計較很討論的一個問題 比如說我們最近在討論一個問題叫做集會遊行法 過去的集會遊行法大家都非常反對 但是現在的集會遊行變成集會遊行保障法 意思就是整門觀念的翻轉 它告訴你說現在集會遊行本來就是人民應該有的權益 所以政府部門該做的是什麼 我去保護你 如果你有申請的話 如果你沒有申請 對不起 你可以集會遊行 但是我不會保護 但是你有申請的話 我要去保護你 這裡面涉及一個問題 涉及有所謂禁制區的問題 就是某些地方是不可以集會遊行的 我知道很多人對這件事非常非常反彈 但是其中有一項我們在討論什麼 醫療院所可不可以集會遊行 可不可以 來認為可以的進舉手 認為不可以的進舉手 那這個就回到我剛剛講的 那是法醫的平衡 你要醫療院所集會遊行 但是如果在醫療院所看病人怎麼辦 如何取得平衡 所以他從頭到尾討論 他不會是一個意識效率非常快 所以人家問你說立法院的意識效率好 好不好 這個其實不是重點 重點是立法委員立出來品質好不好 如果一個法案立出來 這邊也罵這邊也罵 結果到最後大概50%的人 大家都可以接受 那已經功德圓滿了 以上這兩個問題提供給大家思考 謝謝 那感謝我們民主進步黨李俊委員 跟大家分享 那現在我們下一位就請 一樣民主進步黨的鄭運彭委員 那一樣麻煩到台前來跟我們分享 謝謝 那時間一樣8分鐘 因為滿正式的喔 我就把我在質詢的時候的程序演練一遍 好 主席各位首長大家好 那一般來說這邊做主席 這邊是做那個行政部門的首長喔 今天因為不是質詢 是備詢喔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那個剛才李俊義委員 他有準備了PowerPoint 一般我在質詢的時候 如果是交通委員會的話 我就會準備啦 大家如果在網路上可以看得到 但是今天我算臨時 來插一個角色 所以我的那個名牌是用手寫的 不是用電腦列印的 不能怪臥草 是因為我沒有把握今天可以來 那為什麼沒有辦法來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其實今天在座的幾位委員 大家真的是不容易喔 因為今天日特別在於說 這是農曆七月過 然後中秋前 所以我剛才遲到了五分鐘 大家休息時間我才到 是因為跑了幾個公計才過來 因為農曆七月沒辦法辦公計 所以這個然後 那中秋到了五六日 大家會把中秋節的活動 擺在這個禮拜 跟下個禮拜的六日 所以這就是我們在過的生活 所以今天真的是那個李委員 蔣委員跟徐委員 還有陳委員都不容易喔 他們今天真的是把手上很多 平常我們該做的事情放下來 然後來參加這一場喔 那可能有蠻多朋友會認為說 現在這個時間 我應該跟蠢陽在一樓 接待畫漫畫就好了 不需要上來跟大家做說明喔 但是我覺得機會難得 那今天剛才李軍運委員 他講的其中一個部分 對於立法委員 跟立法院的工作 那到底他的實質上 應該是怎麼樣 有很多大家所期待的 要有意識效率啦 不要有協商啦 這些事情其實跟事實上 我們必須要去做的不太一樣 那我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說 今天其中一個主題是 開放國會 開放國會喔 那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其實在我看來喔 在座應該是 李委員是第二屆 第八屆嘛 第八跟第九屆 那其他幾位委員都是第一屆 那我是在第六屆 十一年前我就當成國立委了 其實十一年前的 第七屆的立法委員 還是兩百二十五席 多席次 那這一次改成單一選區 然後我重新回來立法院 在我看起來 立法院的資訊 相對來說是透明的 我必須坦白要講 大家有講的黑箱作業 其實那都是發生在體制之外的 所以由網路的時代開始之後 其實立法院的資訊 大部分你們在網路上 在立法院的網站都找得到 那所以大家會認為說 黑箱的地方其實 我剛剛講在體制外 不是政黨協商的時候 也不是開委員會的時候 不透明的時候 人家說喬啦 其實要喬都不會在 協商的過程 或在委員會的過程喬 喬的過程其實你要看的是結論 要看的結論 也就是說 它所出來的結論 譬如在委員會出來的修法 或在政黨協商出來之後的預算 或者法律的修法的結果 那到底為什麼會是這樣 為什麼會出乎大家意外 那個才是大家所謂的黑箱 其實像大家講的 第八屆大家最詬病的半分鐘 那根本不是黑箱 它就發生在委員會裡面 麥克風拿了就過了 對不對 它有任何的黑箱 有任何的私下嗎 沒有 所以我們在講的那些不透明的地方 其實都是私底下大家講好的事情 所以有些時候對於 所謂的王院長跟柯總召他們的 王柯體制的誤解 所以他們兩個就是喬事道 這不是這樣子 在院會的三樓 樓上的政黨協商 它是一個相對透明的環境 它是相對透明的環境 但是如果他們的出來的結論 不符合大家期待 你才去想想看說 中間到底為什麼會這樣 那為什麼會這樣 本來可能就私下講一講 並不是在制度上面的黑箱 所以剛才從李委員的說明裡面 你們可以知道說 其實政黨協商的制度 或在委員會裡面的每個關卡 都是有它意識上的必要 這樣才可以得到完整的討論 這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再來我再說明說 我們要讓立法院 如果資訊相對來說 已經很公開了 那我們現在缺乏的權力是什麼 在憲法上面 我們有創制跟複決權 可是我們大家都沒有行使過 我們就公投過 並沒有行使過創制複決權 那在這個會期開始 我有提了一個 這是網路國民提案的辦法 這個有一些委員應該了解 在司法法治委員會裡面 那它要達成的目標是什麼 是希望不是透過創制或複決或公投 而我們在一般的 我們在一般透過網路 就可以讓國民 透過立法院的系統來做提案 這個如果大家去查的時候 因為還沒有開始 因為才剛開始做提案說明而已 所以它並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這叫網路國民提案辦法 那這立法院通過就好 不是法律 它是一個辦法 那這個我要達到的目的是什麼 我是希望說利用立法院的網站 讓所有合格的國民 可以在這個網站上提案 就像V台灣一樣 大家應該有 大家應該看過了 V台灣也有一個提案的連署 那在國法會的下屬 那如果V台灣裡面 它達到一定的門檻的時候 行政機關就有義務 來跟社會做說明 那在我的網路國民提案的辦法裡面 它設計的程序是這樣 它總共會有兩種提案 一種是公共政策提案 一種是法律提案 一種是法律提案 那公共政策提案 如果達到連署的門檻的話 達到應該是180天內達到5000分的連署 那政府就有必要 就需要在一定時間內召開記者會 然後或者說是發新聞稿的方式 跟大家來說明說這個公共政策 它政府的見解是什麼 那這個也是跟美國跟歐洲 都有這些行之有年的辦法 美國大家最喜歡去白宮問的是 要他們開放那個外星 有沒有外星人 達到15萬人白宮就要說明 結果我覺得它說明 大概跟我們大法官的視線一樣 有說什麼沒說的 那我希望說這個權力的 我們在立法院裡面也有 那如果說達到的是 如果剛剛講的公共政策提案 五千份是那個政府相關的機關要說明 兩萬份的話就要立法院裡面 所屬的委員會 譬如說是內政部 那就內政委員會 那就要 那由內政委員會正式的召開公聽會 讓它在法律上面達到更高的滿足 這是公共政策的提案 那有關法律的提案要怎麼處理 如果法律的提案經過五萬人連署 一百八十天達到五萬人連署 就可以指定某一個黨團 然後它在立法院把這個法 在立法院裡面把這個 利用那個黨團的名義 在立法院進入修法的程序 或立法的程序 那這個就可以不需要創制覆決 只要透過網路連署的形式 就可以達到提案修法 或公共政策討論的效果 那這個差別在哪裡 因為你要透過其他創制覆決程序 太困難了 但是在網路上面 我們也不需要去修法修憲 就可以透過立法院黨團的形式 由他們來提案 我想這一點除了在資訊公開之外 我們也希望說權力是開放的 權力如果透過這樣的開放 在現行的制度之下 指定黨團來幫大家 把法律案跟公共政策的提案 在立法院裡面討論 我相信這個是我們公民權力的更進一步 所以在這邊跟大家報告說 我在這個會期上面一個新的提案 那也希望說在這個任期 也就是在三年半以內 有機會這個網路國民提案的辦法可以通過 那我相信這對台灣的公民權行使來說 是很大很大的進步 好 感謝大家 謝謝 好 那我們也非常謝謝民進黨 曾鈺鵬委員的分享 那我們下一位請國民黨蔣萬元委員 好 台上三位委員 還有我們陳曼里委員 還有我們沃曹的同仁 以及現場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想今天沃曹的活動 之前沃曹來找我的時候 他們跟我說 各黨派都需要有代表來 那因為我過去就一直非常關心沃曹的很多的活動 你們臉書專頁我很早就有follow 所以我毫無任何的猶豫 我就答應來參加 包括之前拍的短片 還有今天的這個國會黑客松的一個立委給問的活動 我第一次看到企劃的書我非常震驚 因為我第一次看到既然有這個團體願意辦一個黑客松的這樣的一個活動 因為我其實過去一直對於新創科技非常的關注 那我其實實際也參與過很多 包括在國外 還有回到台灣也參加過幾場的這種黑客松的活動 那也是第一次在國會 針對國會資訊開放辦一個黑客松 所以我覺得這是真的非常值得鼓勵 而且值得讓我來參加給予支持的一個活動 那剛剛前面很多委員 應該三位台上的委員都算是我的大前輩 不管他們過去在立法院 在政壇 在學術界 都算是我的這個學習的對象 所以今天來參加主要討論關於國會資訊開放 我想我簡單問一下 有人實際上過國會立法院資訊網站的舉手 大家覺得好用的舉手 好 所以答案非常明顯 舉例來講 我記得我二月初剛到立法院 其實就急著想要找很多的資訊 因為我是新榮進來 想要了解整個法案審查的過程 委員會質詢的流程等等 結果我發現譬如舉例來講 我其實當然一開始會想要了解我的同事 這一屆新進的委員有哪些 哪些是連任的 想要了解一下他們的這個背景資料 甚至後來幾次委員會質詢完 我想了解個別委員他們質詢的這個影音檔 或是他提案的內容 辦過幾場公聽會這些資料 可是我想大家可能印象 在網頁的左手邊 就有一個好像認識立委吧 那個項目 點進去 個別委員出現 在找到你個別委員的這個 這個名字之後點進去 出現的 大家知道是什麼資訊嗎 其實只有個別委員的減經歷 所以很明顯 並沒有把相關的資訊做一個整合 其實我相信各位 如果想要了解個別委員 不當然只是想要知道他的減經歷 一定想要了解說他在立法院 這個會期或是到目前為止 他的質詢內容 他提過哪些案 他辦過幾場公聽會 他關注的議題是什麼 等等 其實散落在各個這個網頁的各個地方 並沒有做一個有效的整合 所以簡單來講 使用上非常的不友善 我覺得這個是第一個要來改進的 第二個 大家知道什麼是開放API 知道舉手 這個稍微比較專業一點 所以其實我也知道立法院 有一個立法院開放資料 這個 這個 這個嫁接的一個平台 也就是說其實立法院有開放API 讓一般的民眾或是專業人士 可以進來透過連接點 來抓相關的資料 做一些有效的運用跟分析 可是我實際 去了解之後 譬如說 我想了解說一些立法院 最重要的就是法案的通過 開放這個API 讓我們可以持續抓的這些資料 只有針對三讀通過之後的法案 才有特別整理出來 所以如果我想要了解個別的法案 譬如說我關注衛福部相關的政策 我關注交通部 我關注內政國防的 個別法案 我想了解立法的進度 我想要對個別法案做追蹤 其實並沒有辦法透過這個資料的抓取 能夠得到 然後做一些有效的分析 所以這部分我覺得 立法院在開放API的部分 應該要 就權限來講 應該要更開放 擴大適用 所以另一個關注的就是說 我也想了解說 那行政部門的回復 或是一般民眾有沒有針對個別的法案做討論 其實也沒有 其實也沒有 所以 基本上 他只有針對行政院回復 這一項有做開放 其他 譬如說我們在委員會個別官員的 口頭回復也好 對於臨時提案做的回復也好 在資料庫裡面 是沒有辦法找到的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當然第三個問題 也就是說 就我了解 對於資料的讀取 其實非常的不便利 很多時候我們必須要再做text mining 也就是說 目前很多的 不管是會議紀錄 公報的內容等等 其實都是用PDF檔存取 簡單來講PDF檔是 就讀取還有做資料分析運用來講 是非常非常不友善的 所以現在最好的一個檔案格式就是JSON 這樣的格式其實是非常好用 非常 這個目前 國外國內 所有的工程師都是用這樣的格式來 做資料的分析 資料的運用 所以希望未來我們立法院 就這個部分 能夠做一些改進 那我也知道其實沃草 這一次辦的活動 跟G0V有合作 所以G0V其實在辦很多 不管是黑客松 開放國會 開放資料這一方面 辦了很多的 這樣的一個類型的活動 前一陣子剛好 有一個紐西蘭的一個工程師 技術人員 他參加了G0V辦的一場黑客松 那一場的一個project主題 就是針對前一陣子大家很關心的 互病比 也就是說互體人員 他在整個醫療環境工作場所 過勞的一個問題 然後很值得暫決就是說 衛福部其實也有派員來參加 他們也願意開放衛福部相關的資料 供給這些專業的人員 來做一些有效的運用 所以那時候 他所提供出來的 基本上都是很簡單的 就是護理人員跟病人的一個比例 可是實際他們想要做到 能夠了解說實際護理人員 在他們工作場域 工作的狀況 工作的條件 時數等等 做一個有效分析 他希望能夠更深入的了解到 護理人員他給予 醫院的一些 feedback 包括哪些 譬如說 我的工作條件 我的時數 我排班的狀況 我面對病人突發的這些情形的時候 面臨這些問題 做一個有效的一個統整跟分析 所以我覺得這次沃爾潮跟金利民合作 辦仗黑客松 針對國會資訊開放 能夠來做一個很聚焦劇的討論 我覺得未來都希望 這次活動彙整的一些結論 可以讓立法院這邊 不管是我們委員 或者是立法院議事處 資訊處都能夠實際的 至少在接下來的一兩個會期 能夠做到 真正大家想要的資訊開放 然後就這些訊息 能夠做數據分析 做有效的運用 讓更多的資訊 讓民間的高手 能夠來好好的做分析 以上報告 謝謝 謝謝 那謝謝蔣萬安委員 那我們接下來就請 時代力量徐永明委員 來聽我們的 這個應該是部會報告 對 那大家也 大家也記得 就是如果有問題 想要提問的話 可以寫在我們的病條紙上 交給旁邊的工作人員 這個應該感謝主辦單位 還有這個立法院的同仁 那今天有機會來討論這個議題 其實 我一直覺得說 這次 時代力量進立法院 算只有五席 那又因為他只有五席的關係 所以我有這個機會 當上總召 所以 相較於李軍委員 我算是菜鳥 可是又因為當總召的關係 我大概 在立法院各個層次的協商 都有參與 所以感觸也蠻多 所以今天有機會 能跟各位報告 那這也是一個 非常奇特的經驗 那各位 我在我的PowerPoint之前 我剛才 就做了一個Google 因為我在立法院 其實交了一個蠻好的朋友 叫柯建民 那 他是民進黨的總召 所以我有很多機會 跟柯總召之間互動交手 那這個事情跟整個立法院的協商制度 還有所謂開放透明 其實有很密切的關係 各位看一下 這是第一個 我這邊有點遠 看不是很清楚 可以放大一下嗎 第一個 這個是一個新聞事件 談就是 這個 不能中途離開協商 那這個事情是在談這個不當黨產條例 那這是立法院院長蘇嘉全召集的協商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因為我們覺得這個國民黨不是很有誠意 因為國民黨放話說 因為黨中央教他們不能簽任何協商結果 所以各位 為什麼院長召集的協商很重要 而且它通常發生在禮拜五早上八點 因為禮拜五九點的時候會有院會 所以院長在八點召集協商的時候 會對很多重大的議案或議程進行決定 那這個簽名就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簽名完之後院長會拿到院會裡面去宣布 那這個宣布的結果是有效力的 所以這個協商非常重要 那關於黨產這個協商的時候 各位可以知道 不論是這個過程其實有點冗長 那那個協商其實 我們後來中間並沒有出席 不用放大啦 你就Google那個東西就可以了 那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爭議 因為我進立法院的時候 因為時代力量對政黨協商有一些意見 那很多人一直在勸我說 其實政黨協商對小黨是好的 因為你們有否決權 可是我參與了幾次以後 我發現沒有否決權啊 因為這個黨產 不當黨產條例我們離開了 還是繼續協商啊 那協商有沒有結論 沒有簽署任何結論 當時就是有一個共識就是 這個我記得賴世保委員在那個會上講 他說我們說話算話 而且現在都有這個錄音錄影 那各位其實 這是院長召集的 他是法定有法律效力的協商 因為他在職權行使法裡面是有的 那協商大概就是三種 那第二個 第二個新聞是什麼 我們唸一下 OK 好 那 這個談的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協商 是由政黨召集的協商 來回到我那個powerpoint 我等一下跟各位報告一下 好 對不起 這個switch來 switch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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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我這邊來弄好了 這是 黨團協商 各位看到 這其中一個是紅石作業法 另外一個是 受僱醫師納勞基法的問題 這是黨團之間協商 就是說某政黨有一個案子 這個案子如果在 二讀的時候被拉下來 因為我們紅石作業法是禁負二讀 這也是小黨的議事策略 通常一讀 先是 像我 因為我們黨實在太小 所以我要參加很多委員會 我禮拜二下午要參加一個叫做程序委員會 因為程序委員會要決定 禮拜五哪些議案要送進 院會一讀 那過去程序委員會非常慘烈 因為那時候 國民黨是多數的時候 程序委員會會把很多案子擋下來 這個不當檔案條例 擋了七年三百多次 講的都是在程序委員會 那現在民黨在程序委員會是多數 所以他基本上是各黨團把案子列上來 都會讓他進禮拜五的院會去宣讀 宣讀過了以後就是算一讀 然後就送委員會 那送委員會 案子送委員會不代表 你的案子委員會會討論 為什麼 因為送委員會案子非常多 比如黃國昌有一個 叫做納稅者保護法 就是我們在交稅的時候 其實你遇到很多東西跟稅務機關 這個地位不對等 通常稅務機關要你補稅 所以黃國昌希望說設立這個納稅者保護官 怎樣怎樣 他的案子送進財政委員會 而且他是該委員會的委員 這裡面等一下又會談 你如果是該委員會或非該委員會差別很大 可是他案子在上個會期從來沒有浮起來過 就是進了委員會就 就沉下去了 這個最近因為要重選召委 所以財政委員會的召委有些人跟我講說 請黃國昌投他一票 我就跟他說 那黃國昌案子從來都沒有浮上來過 所以 這是一個議事策略 所以千萬不能進委員會 所以我們通常都是在院會裡面 要求禁負二讀 禁負二讀就是直接進二讀的程序 通常是要進委員會 委員會完以後 還有一個朝野協商 政黨協商之後 才會進二讀會 這個有點複雜 這個我們之前也被認為菜鳥都搞不清楚 那這個 紅十字會 那因為 當我們要求禁負二讀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規定就是 有黨團不同意見就可以拉下來政黨協商 冷凍期一個月 所以 剛才李軍委員 我覺得他真的是很資深 他在談整個立法院的結構的時候 我覺得立法院不是多數決 很多人 你在地方很多人都問我說 你們時代立案跟民進黨不是過半嗎 不只過半喔 三分之二 那為什麼很多案子不會過 因為立法院的議事 的精神 其實不是多數決 它比較像共識決 因為它提供了非常多否決的機會 就像我前面講 我們那時候怕這個案子 進委員會以後扶不上來 而且 以 時代力量只有五個委員 在各委員會裡面 有委員會幾乎是沒有委員的 那當然這是另外一個制度設計 就是小黨在這裡面 會遇到怎樣的問題 這個可能今天沒辦法討論 我只是討論這個議題 所以 國民黨很簡單 它只要有人舉手說 政黨協商 這個案子又沉下去了 那我要怎麼把這案子拉上來了 我要等一個月以後 院會才能解決 討論 那這個月我要不要召集政黨協商 本來是按照法律條件看起來不用 後來院長說要 我召集政黨協商的時候 剛才那個新聞就是 那 黨團召集的政黨協商 可不可以全程開放 錄音錄影 而且各位 以時代力量的標準 錄音錄影是直播 各位現在在網路上看到 不是直播 都是事後錄音錄影的呈現 這個洪詩惠法 我們當時是要 那當時柯建民委員就跟我說 如果直播大家不會講真話 這是我括著他講的話 所以這是為什麼 從時代力量做一個小黨 因為我時間已經到了 我知道他有站起來 他有來過立法院 通常委員質詢的時間 招委會站起來 就表示時間到了 這個有前途 那如果是該委員會 通常不會理招委 非該委員會可能都被罵 我在國防委員會 就被罵了好幾次 都說徐文明 你講話的時間 比該委員會還長 因為我是經紀委員會 好我一秒鐘結束 對於小黨而言 直播 公開透明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息事非常少 我們希望議題能讓大家注意 不論是施效法 不論剛才提到的植油法 因為很多 就像我們前面講的 這過程非常冗長 那議題很容易沉下去 怎麼拉上來 這個公開透明 對我們也非常重要 很抱歉我PowerPoint 不能講得很完整 不過是舉這個例子來談說 從時代力量的角度 我們為什麼覺得這很重要 謝謝 好非常謝謝剛剛四位委員 就是很精采的一個報告 我相信一般來講 如果有在看立法院直播 就會知道一件事情 各部會報告 通常都很無聊 剛剛這四位官員的報告 非常的有趣 大概算是 而且非常有內容 大概算是很精采的部分 那接下來 就是我們進入我們 最最最精采的部分 大概也是很多人期待一整天 那我們還是要先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有 你還有想要特別問問題 就是等一下我們這個各桌的代表上來問問題的 還沒有辦法問到你想問的 都歡迎你寫下小紙條 就是遞給場邊的工作人員 那我們等一下主持人會統一來 那個時間來去 那個再詢問 那個再質詢立委這樣子 那第一個的話 我們現在就先請第一個 我們就按照這個登記發言順序 那委員們也都很熟悉的登記發言順序 那我們第一個順序是那個連志豪這一組 連志豪 那我記得這一組是一起嘛對不對 就一起 一起好不好 然後 這邊的話呢 因為我們時間 我們一組就是時間 就是六分鐘 那個連志豪這一組 我們就到台前的 對 你們這邊的 你們面前的左手邊 對 這一組只有你一個嗎 剛剛不是說三個 然後最後時間要推你一個出來 對不對 還有兩位嘛 一起一起一起 因為你們 因為你們等一下也要一起PK委員嘛 對不對 然後 然後 他們這一組想要 質詢的委員 我們是不是等一下 就請委員一起上 就請委員一起上 那這邊的話 他們想要質詢的委員有 李俊毅委員 蔣萬安委員 跟鄭雲鵬委員 那我們就請三位委員 一起到 背巡台 各位 這真的是一個歷史畫面 各位 趕快拿出你的手機 對這就對了 三個 大概是史上真的是第一次 三個大概是不同黨派的委員 立委 在立法院這個場合 同時站在背巡台 三位委員 三位委員 然後三位不同黨派 在這邊 然後面對人民的質詢 這真的是歷史上的第一課 那我們現在就六分鐘 六分鐘 那你們要問誰 你們就是自己Q OK 國軍幫忙指引導一下 OK 那我們時間就開始 OK六分鐘開始 OK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 李俊毅委員 就是說 選舉罷免創制覆決 是憲法賦予人民的四項基本權利 但是 就是說 在過去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就是說 我們的公投法跟選霸法 都是出現一個 呈現一個鳥籠的狀態 然後 當時也有很多民進黨的委員 就是跟NGO一起努力 我們在打破這個鳥籠的一個狀態 那我現在想請問就是說 呃 貴黨團 就是說 在下個會期 是否將公投法與選霸法 列為優先法案 並就是會在下個會期完成三讀這樣 好 謝謝委員的垂詢 有關公投法跟選霸法 現在進度 我先跟各位報告一下 公投法的修正 已經在上一個會期 在我們內政委員會 已經出審完畢 那現在會進入二讀三讀的階段 那選霸法應該涵蓋的方位非常多 那選霸法裡面 有關公投的門檻的問題 我們已經做了一個下降 那現在也同樣 出了委員會 未來會在下個會期 進行二讀跟三讀 那至於其他有關選霸法 非常非常多的事項 大家所關心的 那這個我們會逐次再來討論 那至於公投法的部分 現在要做兩個層次的修正 第一個就是我們降低公投的門檻 那第二個部分是 我們把公投審議委員會 已經確定把它廢止 以上報告 謝謝 你好 我的問題是要請教蔣萬安委員 委員你是否可以先承諾我 我只有兩個問題 請你先承諾我 第二個問題你一定會回答 報告 報告委員 是不是可以先告訴我第一個問題 好的 第一個問題是我們都知道 現在我們現行的公聽會的制度 其實並沒有辦法確實的 紀錄並且反映民意 因為在會議紀錄上 還有包括了就是主席跟發言者之間的 那個發言權的階級問題 所以其實現在現行公聽會的制度 並沒有辦法確實的紀錄民意 所以我會想請問委員說 未來是否可以 立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再來 第二個問題是我請你務必 一定要回答那個問題是 當我們在公聽會 或者是未來立法之後 會產生的新的制度中 記錄下來的民意 和提案的委員 還有他背後利益團體 的利益相違背的時候 你會如何處理 好先回答委員第一個問題 我想公聽會當然也算是 我們整個立法院運作很重要的 一個一環 那也因為藉由公聽會的方式 可以匯集很多各方專家學者 民間團體的意見 同樣的我們也會邀請行政部門的官員 相關的部會主管單位 來參加公聽會做即時的回應 所以公聽會對於凝聚共識 而且根據公聽會的結論 作為未來立法的參考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 所以我非常贊同委員提出的建議 未來在公聽會舉辦的時候 我們可以透過譬如說 會議紀錄的公開 甚至更進一步 可以考慮是不是透過直播的方式 來完整的呈現 整個公聽會的過程 抱歉委員 我想你並沒有聽清楚我的問題 我的問題是公聽會的制度 現行的公聽會制度 制度已經無法確實的表達民意 所以我會希望委員要告訴我 未來能夠如何立法 找到一個新的制度來解決這個問題 好 所以我想未來有一個方向 就是說公聽會其實很多時候 民眾會反映說其實他並沒有實際的參與 也就是說因為這個時間地點的限制 可能有些民間團體的聲音 並沒有辦法充分的被呈現 或直接表達出來 所以我想未來公聽會 簡單的回覆委員的建議 我想怎麼樣能夠開放 讓更多的民眾或是民間團體 能夠實際的參與 所以不管是公聽會舉例的方式 邀請的對象 還有公聽會的這個題目 我覺得都可以事先 事先來做個規劃 讓更多的民眾更多民眾 不好意思 我想委員你的說法 我已經聽懂了 我想希望接下來的時間 請你專心的回答我第二個問題 因為很顯然你還是覺得公聽會比較好 目前來看我覺得公聽會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方式 抱歉我的第二個問題是 當民意和委員跟您背後的利益團體 相違背的時候你會如何處理 你可以再說明一下 當我們在公聽會裡頭收集到的民意 很顯然的和當初這個法案 為了該法案而舉辦公聽會 公聽會的民意跟那個法案的內容 還有委員您本身以及您背後的利益團體相違背的時候 你會如何處理 當然是以公聽會做出來的結論為異規 但是很顯然的現在公聽會並沒有辦法反應民意 你由因為在公聽會上做結論的人是主席 我想這都可以來做檢視 所以我剛剛提到公聽會的方式 就是讓更多的民眾或民意的團體 把他們的意見表達出來 然後由行政部門做一個簡單的回覆 當然主席他怎麼樣才是 這個整個公聽會的過程都會有記錄 不管是透過公報或是影片 甚至未來直播 我想民眾都可以一項一項來檢視 整個公聽會的過程 但是很顯然的如果照您的意思說 您會follow民意 那麼您背後的利益團體給你的壓力怎麼辦呢 主席 我簡單回覆 我想我的答案很簡單 也很清楚 也就是說未來公聽會或者是委員 建有可能是另外一種形式所匯聚的民意 所做成的共識或結論 絕對是以這樣的一個結論作為依歸 不管是背後有任何的壓力 不管是來自民間 來自選區的民眾 來自利益團體等等 我想絕對是以民眾的意見為主 也就是說不管是辦這樣的公聽會 做團體協團會 這樣的一個結論為依歸 這是簡單的一個答覆 好 那因為委員你們的資訊時間已經到了 好不好 謝謝 那感覺你們時間是不夠問到鄭運鵬委員 不好意思 那鄭運鵬委員就先回座 三位委員 這個真的我們沒有先說好的 所以他們這麼犀利完全超出我的預期 第一組就真的很犀利 但是我們都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真的就是就內容來去討論 OK 就內容來去討論 這個我覺得真的是 可能在義式殿堂上面 真的是很難得的一個現象 我們再給剛剛那些朋友一個掌聲鼓勵好不好 我們工作人員其實在前幾天的時候 一直在討論的時候很擔心很擔心 就是現場會有很多 就是萬一說問的問題怎麼樣 或是可能偏離或是怎麼樣的一個情形 但我們大概都沒有想到可以這麼精彩 真的沒有想到這麼精彩 那我們趕快進入第二組 第二組的話是陳彥晨這一組對不對 陳彥晨這一組 那你們就一位你要來 你上面只有登記那個問一位委員對不對 對 所以你要跟他單挑六分鐘 OK 好來 好 那我們先請委員到質詢台 然後我們接下來請貝巡的 到底是誰要跟他單挑六分鐘 李俊逸委員 謝謝 麻煩 那那個委員你六分鐘開始好 陳彥晨好 委員好 本人代表第二選區向立委諮詢以下說明 質詢內容希望以透明具體化 及專業性減少公民對於制度 或者是說待遇意識的不信任 那請就是說委員這邊去支持 或者是是不是認同提出一些看法 第一個透明化 在參選前是不是可以 因為現在只有選舉公報嘛 那在參選前請提出這個參政服務的建議書 那取代或者是說同步這個選舉公報的一個資料 作為未來人民提案的一個投票的參考 那第二個法案提案的來源 是否日後可以具體化成為法令條文 包含了資料以及團體的這個來源 那具體化的部分有兩個 法案具體化說明以及這個四年的年度計畫 對於四年年度計畫納入未來成為 這個參選人的一個主軸 那專業性 立委的專職應該不是代表黨議 應該是以該選區的選民為主 那第二點 助理相關背景的透明化是可供公民參考 而由此三點可以減少這個公民團體 或是公民對於代誓以及制度的不信任 是否接受或者是認同 或是有其他的看法 謝謝我可以回答了嗎 跟陳委員報告 您剛剛提的問題有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有關選舉公報 跟你自己未來的提案證件還有包括你準備的提案 有什麼樣的關聯性 那我們現在選舉公報是以書面方式呈現 那這裡我們確實也跟中間選舉委員會討論過 未來有沒有可能用CD或是用其他的方式 用雲端的方式都可以呈現 讓更多的委員或是候選人 可以把他的意見說明得更清楚 供大家來參考 那第二個部分是有關您提到 有關這個未來的這個提案計畫 以我個人而言的話 這個提案計畫 事實上我在每一個會期都會有一個先前的預計 我這個會期我大概會提什麼樣的法案 但是陳如剛剛在報告當中提過了 因為這個案子提出去 連署夠以後事實上還要看招委有沒有把它排入議程 那我們過去在少數黨的時候確實發生這樣的問題 就是我們的案子在程序委員會就被檔了 那現在第九屆開始已經沒有程序委員會檔案這件事情 但是招委還不見得能夠排上 那所以我們計畫我們建議 而且這個事實上我們已經提出法案來了 我們建議立法院未來要修改 這個委員會組織法 就是我們只有單一招委 讓單一招委提出一個立法計畫 然後針對未來這個整個這一屆四個會期 這一屆四年八個會期 大概要提出哪些法案來討論 這個是必要的 那最後有一個靈活性就是說 如果事實上發生比如說最近發生趙峰金控的事情 大家也發現說 常常有一個現象就是趙峰金控 那金控下來的 那本來趙峰金控的主管單位是金管會 但是現在有金管會的退休的人員 常常跑到銀行去當董事或獨立董事 那我們認為這個應該建立一個旋轉門條款 就是嚴格禁止金管會退休的人員往銀行去走 那這樣才能夠有效的杜絕您剛剛所擔心的問題 以上報告 那我補充一點以及更正澄清我剛剛的說明 那對於選舉公報的意思是說 因為現階段有部分的公民 還是沒有在使用網路的一個習慣 那絕大多數使用網路的公民來自於 都是比較年輕化的嘛 那所謂選舉公報同步 或是由參政服務建議書來取代 那實際上是為了讓比較少 藉由媒體去參與公共事務的 這一些我們所謂的區域名或是鄉民 可能到行政中心他可以去閱覽 那日後他可能選上之後 這一本參政的服務建議書 那未來就是一個可能性 可能是一個KPI值 這樣子去對應可以去減少我最後想說的 就是減少不信任的狀況 那我剛剛所謂的法案提案的來源 其實是指這個法案提案到底是誰提案 藉由立委或是黨團然後issue出來 那包含他要有具體的資料以及團體 這樣事實上是公開透明以及具體的這些資料 會讓後面的人去檢視 那去修正這些錯誤 畢竟實際上是這個社會是一直在進步 那也沒有所謂的可能是說多大的錯誤 或是說多嚴謹的去綁一些所謂的規範 那我的意思是這些的程序 會減少公民對於這個體制 或者是大醫師的不信任 大概澄清是這樣子 謝謝 好我用最短的時間 嘗試回答陳委員的提問 兩個問題 選舉公報到底有沒有人看 那看了有什麼樣的效果 有什麼樣的意義 所以我們現在能夠做的 就是要求中央選舉委員會 用更多元的方式來程序選舉公報 那你要去看的人 你要查閱的人 你去查閱 那第二個問題 有關這個提案到底是誰提的 因為現在立法的規定 只有立法委員本身跟行政院可以提案 所以任何的提案 還是要透過立法委員才能夠提案 或是透過行政院才能提案 所以掛名的 整個這個意思規則下來 整個掛名的提案還是由立法委員 那如果裡面有這個民間團體 社運團體或其他的建議 我想提案的委員自己會負到這個責任 把這些資訊提供給大家參考 以上謝謝 那個第二組提問也非常精彩喔 尤其是這個是真的是單挑 真的要跟立委敢這樣單挑六分鐘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這邊我想先說第一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我們今天有線上直播 但大家知道現場的人知道 我們線上在看直播的人有多少人了嗎 大家不知道對不對 告訴各位也順便給現場四位立委一個壓力 線上現在在看直播的人已經有1700人了 大家給自己掌聲鼓勵好不好 也給線上的直播的人一個掌聲鼓勵 大概以國威武裝的直播來講 大概都是那種重大議題的時候就會破千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是重大議題了 對 因為畢竟是史上第一次 那再來第二個的話是 再給現場的委員 現在的立委一個壓力 就是我們今天全程都有竹字稿 都有記錄竹字稿 所以包含委員的回答 以及現場 大家其他委員的提問 我們也都會 都有記錄 之後我們會公開 再來 下一個是 剛剛 其實李俊英委員跟賈萬委員都回答非常多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 現場還有另外兩位委員 不要放過他們 機會難得 所以下一組的話 那個是朱乃穎這一組 對不對 下一組是朱乃穎這一組 是嗎 這一組 OK 那請這一組 因為你們這一組呢 你們這一組有點狂 因為你們上面登記 那個要質問的立委是全體 那這有點狂 那我是不是可以 我們先就質詢台好不好 我們先就質詢台 那我是不是有一個小小請求 我們可以先質問 先質詢那個 那個 鄭運鵬委員跟 徐永明委員 先質詢他們兩位 然後再補充提問 那個李俊英委員跟賈萬委員 好不好 那我們先請那個 你要四位委員請上嗎 這真的是歷史畫面耶 好 那 既然他們那麼狂 那我們請四位委員先 那個到 先移到那個 移架 備詢台 這個 這種場景 就四個委員 四個人一起上 這個我往在立法院裡面 有時候看過 有一些委員很狂的 會這樣 就是他可能會說 這一疊資料 我全部一個晚上 就全部看完了啦 你們全部一起上 這樣子 大家應該有印象嘛 所以這個 蠻狂的耶 蠻狂的 那個 以那個 先以 鄭運彭委員 或是 薛永明委員為主 好不好 那可以嗎 那我們就時間給你 六分鐘 OK 好 我們的議題其實有兩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是針對 國會公開或是 國會透明的部分 那 前面或是早上的議程 其實有講很多 那第一個的話是 我們希望立法院的資訊公開 不只是把東西放出來 而且要讓人看得懂 那這個在早上 我們也聽過很多 想請問就是幾位委員 對這件事情 有什麼看法 再來是 雖然剛剛主席一直提醒 我要就是 針對一下 許永明委員 但這個問題是針對 各位的區域立委 就是你們背後 其實是有大量的選民 在支持你們 作為他們的代表 可是委員有沒有 確實的把你們 就是做的事情 反映給你的人民知道 就像官員要對你們負責 你們可能要 對官員質詢 可是人民有沒有 權力質詢你們 或者是各位委員 有沒有定期 把你們自己的事情公開 就是在剛剛 簡單搜尋一下 我發現很吊詭的是 在在場的四位委員裡面 只有許永明委員 有把自己的主推法案 放在Wikipedia上 那 我覺得這件事 蠻神秘的啊 為什麼不是 就是各位區域立委 想要主動對你的選民 說明你在做的事情 這樣 可以請就是委員回答一下 是不是 政運後委員簽 好 本來我是想要示範一下說 部長不會答詢的時候說 那這個問題 是不是請次長來回答 因為剛才那個 李俊一委員 跟 跟 跟蔣萬萬委員都太老實了 他們都從頭定到尾 我報告一下 第二個部分我先說明一下 就是說 有關於選民 在把民意代表選上去之後 那民意代表的責任在哪裡 我在第六屆擔任立委的時候 那如果大家有些朋友 可能還有印象 我在要爭取連任的黨內提名 我是站在路邊 接受市民的質詢的 我就是自己加一個肥皂箱 然後所有經過的市民都可以來質詢我 那這一屆當選之後 我有三個行政區的選區 我每隔大概一個多月一點 我就會在我三個行政區裡面辦一場說明會 那請我們這些地方的意見領袖或幹部 然後如果願意來參加的 然後就可以到今天一樣 我來接受選民的質詢 所以我告訴他們說我的原則是這樣 兩屆以來都是 在立法院我質詢官員 回到選區 那就有選民來質詢我 所以這一點我並不陌生 而且我有在做 這一點先報告一下 那至於你剛才講的說 我們的問證資料是不是有放在 像那個徐老師是放在危機是不是 沒有應該說我在危機上 看得到徐永明委員他的問證資料 是可以直接被搜尋到的 那這只能怪我人氣不夠 沒有人幫我在我的危機上面去編輯 那我自己也不是編輯 但是我盡量會放在我的臉書的資訊上面 我上一屆當立委的時候 那時候還是部落格的時代 現在已經是臉書的時代了 那我的臉書目前為止有三個 一個是我個人業 一個是粉絲專業 還有一個是鄭運鵬臉書服務處 那邊就是處理陳情的 所以我會盡量把我的問證的內容 包含我質詢的影片 雖然立法院的網站已經有了 但是我都已經放在我的個人業上面 是這樣子 所以可能那個委員您的查詢 也不是很完整 這一點我還有點信心跟您PK一下 好 那是不是 另外就是說您第一題有提到的 就是立法院的資訊 是不是可以更讓人看得懂 那其實過去以前 立法院也都跟我們今天握草一樣 都是逐字稿 都是逐字稿 但是他們有時候會刪的 他們會把文字改得比較文言文一點 但是現在如果你去看的話 都是我們口頭語言表達 那我會盡量過去 我會去在公報上面 會去看草稿裡面 我去看哪些 因為有時候我們講太快 或者有些口音 連音 他們聽不太懂 我會盡量去刪這個文字 但是現在這一屆以來 我看他的逐字稿 都已經蠻完整的 而且是照我們講什麼 他就寫什麼 所以我想立法院這個 相對來說進步蠻多的 但是如果有看不懂的部分 應該是有一些官方文書上 他們寫的文字不夠白話文 有時候別說你了 我也聽不懂 我也看不懂 所以其實像法院的公告 法院的文字 我都認為都應該更白話一點 好 那謝謝鄭委員 我們是不是請 其他兩位委員回答一下 關於我們選民的問題 我很高興你問他們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的垂巡 來跟各位報告一下 其實時代利亞有提一個 立法院組織法的修法 在第15條 希望能將現有的公報處 改為國會媒體資源中心 就是說 其實立法院的編制 過去公報感覺就比較傳統 那是不是能變成媒體資源中心 然後第18條 建立國會議事影音數位資料庫 那這個資料庫其實慢慢現在弄起來 可是另外一點就是委託民間 以多元的方式公開播送 其實目前也在做這樣的事情 可是現在的情況就是 可能各位早上討論說 怎麼更有組織 然後呈現的資訊 比如像美國有C-SPAN 它會把整個美國國會 不只是公聽會、院會、委員會的情況 它甚至還會做主題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做 那我們24條也希望能 配合立法院公報處 改為國會媒體資料資源中心 修正立法院各處人立志配置 對不起時間已經到 可是我再補充一下 就是 其實立法院的組織 就我個人觀察是蠻傳統的 它需要現代化 就是立法院你如果當作組織來看 它各處式的配置其實是傳統 那比如說 我們如果要做開放的話 其實更進一步 那甚至投資一定的資源 是不是真的有 要不要做國會頻道 還是說委託 某家電視台或是媒體專業 來做這樣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立法院裡面也在討論 那我們是一定支持的 實在力量是巴不得公開透明 全部託觀光給大家看 好 謝謝 好 因為時間已經到了 那既然兩位已經在這邊 那我們還是回答簡單幾句好不好 或是一分鐘 好 簡單回答委員的追尋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這個立法院的開放 這個是一直民進黨黨團的主張 那民進黨第八屆跟第九屆 國會改革小組都是我擔任召集人 我們在所有我們的提案裡面 都已經說明 包括剛剛徐部長所提的 建議開放這些東西 我們一律贊成 那只是現在的程序在400委員會 還沒有全部審查完 那有關第二個問題 我跟選區的選民怎麼溝通 我個人是嘉義市選區選出來 嘉義市是一個比較小的地方 我們總共有84個里 那我每一個禮拜去一個里 做選民服務 順便報告我在立法院做什麼 所以看起來成效還不錯 看起來成效還不錯 以上報告謝謝 謝謝委員的詢問 我想第一個 就是說對於國會資料開放的問題 我剛剛之前也談到 我覺得絕對是需要 把這些相關的資料和數據 來公開 那為什麼 我想簡單一個很簡單的理由 就是說 其實立法院裡面 有非常多很重要的一些 資料跟數據 舉例來講 譬如我們有很多 過去幾屆的這些法案 還有甚至行政不能回復等等 那說實話 我覺得立法院裡面 單單靠我們立法院的議事人員 這些工作人員 或者是個別委員的辦公室 其實是沒有辦法 有效來處理這麼大量的資料 所以一定是要開放出來 郊遊包括民間 包括類似像沃草 其實0V這些 有專業技術人員 來做數據的分析 跟統整 那個委員不好意思我打斷一下 就是我們都知道開放很重要 所以現在想問的是 你覺得要怎麼樣開放 讓民眾可以更親近的使用 舉例來講 我覺得立法院 就應該要針對 開放API的部分 再把這個權限擴張 前面我講到 目前立法院開放API的部分 只有針對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案 做特別的整理 可是前面我講到 對於法案的追蹤 不管是在一讀二讀之後 在委員會審查的階段 哪一個委員提出等等 或行政部門 在委員會討論的回應 都沒有開放 所以這些都是很重要的資料 第二個問題 講到選區怎麼樣跟民眾 來報告我這個會期 做了什麼事情 跟委員說明 第一個我透過我的臉書 臉書上面我都會針對 我執取的內容 我的提案 或我辦的公聽會 即時在領域上公佈 第二個 在休會第一個會期結束的時候 我在我選區 有做了一份很清楚的 第一個會期 向民眾報告的一個文宣 所以我希望委員 有機會可以到我選區 甚至未來 我也歡迎委員 戶籍簽到我的選區 我想會更容易了解 而且我在選區對我的民眾 報告這個會期 我做了什麼事情 非常清楚 而且跟各位說明 我都是用比較新的方式來呈現 譬如說透過圖像化 數據的方式 還有我包括我這個會期 提案的內容 關注的議題 還有對於我競選時的政見 落實了多少 都有很詳細的說明 當然未來 我也會想辦法設置我的一個個人的網路 我想未來不單只是針對我選區 我想是全國的民眾 都應該有權利知道 委員在立法院做了哪些事情 我想非常謝謝委員的提問以及建議 我想未來我是 會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謝謝 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是在您的選區讀書沒錯 所以有空真的就會去看一看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謝謝 那我們謝謝這一組的委員 跟四位委員 呃 剛剛 真的太狂了 真的 狂到 就是各位 現在 剛剛我說線上直播 觀看直播的民眾有1700人 各位 現在又再創高峰了 現在已經2100人了 各位 2100人 我在懷疑 說不定可能比外面的人還要多啦 那 呃這邊 剛剛其實我覺得每位委員都回答得非常的 仔細跟具體 那 也都看得出各個委員 對於各個議題都有掌握 像薛永明委員 對於像 那個 立法院的觀察 我覺得觀察到非常特別 就是 結構性的一些問題 組織科程的一個問題 那像 呃 講完委員其實 在他前一輪 在一開始報告的時候 其實提到的那些名詞 包含說像用JSON啊 又開放API這些東西 我相信 現場很多 我們像在 在黑客中社群的朋友 一定都 非常覺得很親切 就是 因為很少委員 其實說真的很少委員 就是 對於這些 呃 像黑客中的社群這麼了解 所以其實我覺得 是真的是蠻 呃 特別 今天真的是四位委員 太太了不起了 呃 你們這一組 OK 我帶電腦上來非常的殺 那個 這一組 終於 李軍委員可以先稍作休息 他已經登版三場了 三場都登版了 那 呃 你們這一組 我確認一下你們 要質詢的是其他三位委員 對不對 OK 那我們是不是請三位委員 對 那 嗯 一樣提醒一下委員 就是你可以適時的打斷 然後 追問 對 OK 好 最後一組喔 我們期待 我們期待有什麼樣精彩的質詢 好 六分鐘我們是不是就開始 好 那主席在場的各位朋友 然後網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我很榮幸代表右邊 第一排的參與者 整理大家的提問之後上來質詢 那謝謝大家的支持這樣 那很抱歉 時間有限 所以等一下請各位委員 簡單的回答就好了 如果我打斷就請見諒 那首先請鄭運彭委員 您個人對於公費選舉 也就是選舉的支出大多數或者全數 由政府支出 並且規定競選經費有一定的上限 讓各階層的人都可以公平的競爭 您覺得這件事情重不重要 以及您覺得這個東西應該列入優先法案 請給你20秒的時間 謝謝 公費選舉我贊成 而且我認為說連初選都應該要公費辦理 對這一點不只是我 也是民進黨長期的主張 好那您覺得貴黨的黨團 會把這東西列為下個會期優先法案嗎 可以列為優先黨法案 那這一點我會在黨團裡面反應 OK好那謝謝你 好謝謝 那下一位請講萬安委員 對 這個問題我們有一個朋友提的 他可能有點刺激 那對 您個人是否支持 針對轉型正義設立檔案公開與究責機制 那具體來說就是針對過去戒嚴與動員抗戰時期 放生了各種案件 那先前學界有在具體規劃的部分 包含檔案整理公開 真相追查與究責等等 當然具體怎麼做可以再討論 對 但您個人知不知實這種工作應該要做 並且 畢竟這對於貴黨的轉型化工程有很大的幫助 那一樣您有大概20秒的時間說 您覺得東西重不重要該不該做 以及您認為要不要列入優先法案 回答委員 第一個絕對重要 第二個絕對要做 三個原則三件事情 第一 第一 就是說 面對轉型正義 我覺得有三個原則 第一個 撫平被害者的傷痛 第二個 促進族權融合 第三個 深化台灣的民主 那三件事情政府應該做的 剛剛委員提到的 第一個 資料解密 一定要公開 第二個 賠償 第三個 找出加害者 所以三個原則三件事情 我想這簡單的答覆 好 那您目前貴黨黨團有沒有討論過這個案子 那會不會列入下個會期的優先法案 您覺得呢 我想這個案子 促進轉型條例 其實已經在立法院審議 這個 李俊議員在內政委員 我打個差 是貴黨的黨團內部 有沒有討論過這個案子 之前我們討論過 黨團有討論過 所以會列為下個會期的優先法案嗎 您個人認為這很重要 那有沒有要列入優先法案 我想我會向黨團來反應 OK 好 那這邊就可以了 謝謝 謝謝 今天還進入真正的政題 我們兩個問題 只是要問兩位委員跟黨團的意見 你會發現兩個中間是有差距的 你要問他們干議委員的意見 大家距離上大概都知道怎麼做 比如說你可以去看IVOD 你可以去看竹字稿 可以看各種質詢的過程 但你不會知道黨團的意見是怎麼出來的 你要問他們的意見 上臉書Cue他們 但是你沒辦法Cue民進黨出來回答你 所以在委員的個人意見公開 以及剛剛最前面李委員跟政委員講的政黨協商之間 我們還有一個黨團內部運作的層次 黨團怎麼決定哪些法案是優先法案 哪些議題要先推動 誰來決定這些事情 只要是黨團內部的資訊 我們通通都看不到 多數人只看得到我們單一個委員 他贊成他支持他反對他的意見的結果 但所有綠的都投贊成所有藍的都投反對 那為什麼不知道 因為黨團有決定什麼事情 政治是很複雜 大家有時候覺得說我們要求委員要背離民意 要敢於反對 可是有時候要求說你的門名不能壞掉 那在這過程當中 就是要求黨團的完全沒有 我們都要求委員 那更具體來說 黨意要怎麼形成 黨團的意見怎麼出來 我們是通通都不知道 在這邊就要請教一下徐永明委員 您身為總召嘛對不對 那您覺得說 要怎麼讓大眾知道黨意 例如說你們對於特定議題的共識 提案誰組筆 內部的意見 你們在哪邊吃飯討論過這件事情 那有沒有可能一起來公開 比如說就把你們開會的共識 組織稿交給臥槽 或者是讓你們的委員 可以像大法官寫個不同意見書 你們有很厲害的法律委員 可不可以來寫一下 您大概有40秒的時間 我覺得委員 問我們時代力量 這個問題真的是太善良 對我們太好 因為我們只有五個人 所有記者每天都在問我說 你們怎麼形成決策 我說我們在Line上面 或是Message上面 就可以形成決策 無黨的上要怎麼公開 Line不能拿來公開 我們每個禮拜二早上有黨團會議 之後固定會有記者會 就會把我們黨團會議的決議 這個禮拜要做的事情 全部公開出來 其實我要幫他們兩個講一下 因為民進黨68個 所以他黨團要形成一個共識 其實是變成是幹部在主導 那國民黨的情況 就是因為黨中央跟黨團之間的關係 這個其實還可以再討論 不過時代力量是比較簡單 我們幾乎是黨團 基本上就跟黨中央合議 因為黨主席也在黨團裡面 我是總召 可是黨主席只是副書記長 因為我們位子排完以後 我們全部都在這個幹部裡面 你還有十秒鐘 好 那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以後還是會強化這一塊 黨團的記者會 每個禮拜都會把我們的議題立場 未來方向 比如前面講的 我補充一下 蔣委員這一塊 其實除了被害者之外 加害者這一塊 我還是最要追究的 時間結束了 抱歉我要請蔣委員 時間有限 那 對 您覺得 讓大眾知道黨議 也就是國民黨黨團現在集體的意見 跟他們怎麼出來 這很重要對不對 那您覺得這可不可行要怎麼做 你有二十秒的時間 讓民眾知道黨議當然重要 那 所以透過很多記者會的方式 剛剛薛委員也提到 我們黨團都會開黨團大會 黨團大會之後 都會由蘇議長或總召 來開個記者會 把我們的決議公布出來 那如果不同意見可不可以公開 委員可不可以寫不同意見 我想總召也會把 內部可能有不同的意見 也會來告訴大眾知道 可是我們最終的結論 還有做成的決議 也一定 就是照著決議來走 因為黨團內部 說實話 我坦白跟委員講 每一次針對議題 大家都會有不同的意見 不可能每一個人同樣的意見 但是最後我們透過討論 透過辯證 最後少數不同多數 這就是黨內的民主的方式 好 謝謝 最後我再給我三十秒時間就好 我請問一下鄭委員 您覺得這個議題重不重要 讓大眾知道民進黨黨團的意見 可不可行 您覺得呢 就我認知裡面 民進黨團的決議大家都知道 只是有時候柯總召 出來開記者會講的時候 大家聽不得很清楚 這是技術問題 不是實質問題 不是實質問題 所以其實黨團 所有委員的提案 並不是都要黨團同意 所以黨團指責 我們認為說 需要共識的部分去討論 那這些有共識之後 個別委員的意志 就在當下 剛剛鄭委員講的一樣 那您覺得說 把黨團內部這些折衝的過程 以及各個委員之間 討論的過程 公開在網路上 或者是讓大眾知道 這是可以進行嗎 我認為在黨團內部裡面 有共同意志的時候 這個過程 如果沒有共同意志的話 這個過程不一定要公開給大家知道 所以您認為就是 如果是沒有共同意志的話 那其實不公開也沒有關係就是了 那形成意志的過程 我覺得最後的結論 讓大家知道 但是中間怎麼形成 有時候大家思考的 不是很清楚 所以中間會有一些討論 但是如果你的文字公開 讓大家認為說 在思考過程中 後來我也改變我的意見了 那卻留下文字紀錄 那個對當事人 不一定公平 OK好 所以我們就看得出來 您跟另外兩位委員 可能有比較不一樣的地方的看法 好 謝謝三位委員 那我直訊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邱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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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留步一下好不好 那個 那個 主席 通常我們看委員會 主席不小心就會說 你繼續問 我也不想打斷你 所以我剛才沒有問你 對不起 對對對 那個因為我覺得 不好意思 我覺得我覺得 我沒有看邱委員 跟李軍議員 站一下我不爽 大家說好不好 你剛剛最後問 我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這件事情 包含我也這樣子講 我自己也很想知道說 為什麼常常看到 每一個委員 民進黨可能或國民黨 每一個委員都說怎麼樣 都說怎麼樣 結果最後投票的時候 就是另外一回事 大家都很想問黨團的意見 在這裡頭 形成了壓力或背後背景 對不對 你剛剛最後問的問題 其實是在問鄭運彭委員這件事情 那你可不可以 問一下李軍議員 好 或者是你想再怎麼樣追問都可以 我想說 李軍議員 你應該比較了解黨團內部 運作的狀況 你覺得黨團內部 運作的東西 我這邊有列一個小小的請 但剛剛時間不夠沒有講 既然有時間 我就念出來 那舉例來說就是 那個 黨團內部誰有不同意見 然後中間怎麼協商 你們拿什麼東西出去 互相說服 甚至於交換 那包含中間的一些會議紀錄 非正式的紀錄 逐字稿 然後一些錄音檔等等 有沒有可能 盡可能來公開 那具體上還是怎麼做 才能讓大家知道 民進黨黨團到底在想什麼 您覺得要怎麼做 好我想回答您的問題 我想民進黨黨團在內部 我們在開會的情況 如果有看過的人都知道 那是刀光劍影非常慘烈的 但是我認為任何共識的行程 都必須大家有所共識才會行程 行程才會對外 就像如果邱委員跟女朋友去看電影 大概你們討論意見 要看哪一部 意見都不一樣 那最後你們就是看同一部的電影 那你們也不會把 你們到底看哪一部 告訴大家嘛 是不是 所以這個部分非常清楚 共識的部分就是黨團的意見 共識的部分就是黨團的意見 黨團的意見就會對外不開 那如果說又有人家裡門鈴壞掉 該怎麼辦 又有人家裡像林淑芬委員那樣子 課外開會門鈴壞掉 一粒一休不能過那該怎麼辦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黨團要討論 如果林淑芬委員 我們本來就決定一粒一休 那後來他不同意 那不同意的話 林淑芬委員就要面對黨團的處置 就是這麼清楚 OK好 所以您認為就是說 反正就把這些東西交給 讓委員面對黨團的處置 而整個黨再去面對選民的處置 您的意思是怎樣 我說明的非常清楚 黨團有共識 黨團有決議 當然以黨團共識為主 你個人有意見 你個人去向選民交代 那如果你的想法 你的做法 是跟黨團不一樣 你本來加入黨團 你就必須接受黨團的處置 就是如此而已 OK好 這是政黨政治必要的基本條件 謝謝 OK好 那謝謝李委員 那我們相信大家已經看到 就是這邊中間其實出現差距 那 我其實很想繼續問 可是你沒有辦法 沒有 就先這樣子吧 謝謝大家 我們 再謝謝下剛這位邱委員 好不好 以及 現場四位真的是戰力四射 我自己覺得很可惜 我好想要坐在台下 去當那個可以去質詢的委員 可是我沒有辦法 真的太可惜了 那個 呃 四位委員我們是否再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再十分鐘一個QA的時間 可以嗎 因為其實還是有一些問題 那 我這邊 呃 可能時間關係 我這邊代問 那 這邊有幾個可能是 沒有那麼難回答 那等一下大家就 呃 就是自由就是看 想要怎麼回答 就可以回答 這樣 OK 那我這邊就直接先問 齁 我先問剛剛現場的 傳上來的小紙條 那這個的話 其中有一個問題是問到說 那 呃 他的問題是說 請問民進黨政府 取得行政立法權之後 印出來的選舉公報 還是會毫無內容嗎 或者是能夠像 立委投票指南 或者像臥槽的網站 我想是指立委出任務啦 這樣子的改變 就是增加有 真的有一些實質的一些問題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 再來 再來 等一下 然後 再來第二個的話是 喔 這個問題太犀利了 這個問題太犀利了 我覺得太有趣了 一定要問一下 請問 四位委員 覺得林權政府 裡面哪一位部會首長 最會答非所問 然後 這是要問許委員 這是要問徐永明委員 為什麼是問徐永明委員 好奇怪喔 他要問的問題是問 何時向國際奧會送件 以台灣名義參加奧運 明年的世大運 是否仍然以中華台北的名義參加 為什麼是問徐永明委員 不知道 OK 他是這樣寫的 還有一個有點刺激的問題 是問蔣萬安委員的 可能很多人都很想問這個問題 大家可能都知道 請問委員 蔣萬安委員 請問是否支持 拆除各地蔣介石同向 蔣介石 作為威權的代表 卻被以同向等方式神話 你認為該如何進行台灣的轉型正義 我們先到這裡好不好 因為等一下有網路上提問 那我們先一輪 好不好 OK 那請現在委員就自由回答 那第一位可能是 大家不要客氣 有點名 那就徐永明委員跟蔣萬委員先 其實那應該是行政部門 如果我是徐永遠長的話 那我就會跟各位講說 對 下個階段就是用台灣名義 參加奧運跟世大運 那不過我想從立法院的角度而言 我們是可以推一個決議 不論是在委員會還是在院會的層次 希望政府往這方面來推動 那我想時代力量在下個會期 我們會做這個事情 那第二個 第二個題目是 喔對 哪個 哪個部長最會答非所問 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的好 非常好 因為我們其實 你應該問我們整個會期 因為我們整個會期 經歷了兩個內閣 經歷了兩個內閣 不過你問林權這邊的話 我給你的答案是台電董事長 因為我每次在問他真的要缺電了嗎 真的不重啟核電嗎 那核廢料怎麼處理 核市是不是真的要停 核市封存的預算可不可以刪 各位這個 不過這個董事長現在已經換新的了 這個董事長已經下台了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問題是很重要 因為 我們跟 部長之間其實是資訊不對稱 行政部門有很多的資訊 我們只是透過質詢的方式 希望他能把這資訊揭露出來 那他會不會說謊 他會不會迴避 都發生過 這是我經驗 不過各位今天表現真的相當好 這個未來立法院應該會受到很大的刺激 那蔣萬安委員 好 這個謝謝所有提問的同學 還有 我想第一個問題 選舉公報 我覺得大家其實 包括我自己在內 我每次在 我選區要不管是選議員或立委的時候 我拿出公報來看的時候 我其實很難了解說 這個議員他過去做了什麼事情 他到底為地方爭取到什麼權益 所以我想這個是大家的疑問 那一個問題就是說 其實我們不能等到選舉前 看選舉人公報 才來了解這個候選人的本身 這個也就是為什麼我覺得 沃草還有相關的這些團體 從現在開始就累積 每一個民意代表 他在任內做哪些事情 而且是放在網路上面 所以民眾可以隨時去了解 你選區候選人在這個時間或每一個會期 他做什麼事情 為地方爭取什麼樣的權益 所以我想這個未來 也都可以作為選舉公報 他在製作的內容和方式上面 為一個參考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的一個觀察 很多提問都圍繞在選舉公報上面 第二個問題 哪一個部會首長最答非所問 當然我自己在衛環委員會 我接觸到比較多的就是委員會裡面的首長 包括衛福部 勞動部 環保署 一定要選一個我覺得 勞動部長 國防禦 國防禦部長 不能說他答非所問 可是我覺得 就是常常我的質詢 他會閃躲 會刻意閃躲 舉例來講 其實包括七休一這個議題 我在會期中我就問過部長 我就質詢他說 因為在70多民國70幾年的時候 那個韓式說 這個每七天休一天 那這個休假這一天可以挪移這個韓式 一直被人家批評 那國防禦部長說 好我們會規劃廢止這個韓式 可是我就提出質疑 你廢止這個韓式 就真的不會再有連續上班12天這樣的情況嗎 他的答覆是說 對我們廢止韓式 就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 可是現在事實證明 並沒有 並沒有 不是說廢韓式就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 這個他點頭如搗算 很了解 所以我想等等這些問題 郭防禦部長常常是回避問題的核心點 因為他們為了要推一個政策 或是為了要讓民眾誤導民眾說 我們勞工部是站在勞工的一方 而刻意的閃躲一些問題 所以第二個回答我會覺得是勞工部長 郭部長 第三個問題 關於蔣介石同向 我想大家討論的很多 那我認為 舉例來講 包括我們許總釗黨內 Freddy 他也常提出來 對於中正紀念堂的質疑 那我想 其實也有很多人建議 就是說 舉例來講 中正紀念堂裡面 其實可以 在呈現的方式 可以更真實的來反應 我想很多議題都是open-minded 這是我的立場 謝謝 還有一位鄭運彭委員 開始 好 首先 我很意外說今天聽到好幾次 針對選舉公報的問題 那選舉公報大家可以理解 這個年頭還有人在意選舉公報 表示還蠻進步的 但是紙本的選舉公報就有它的局限性 尤其是字數 就是說如果你字數沒有限制的話 有些人你說寫多少就報多少 講真的那不是資源浪費而已 而是你會相對其他寫的少的人來說並不公平 所以紙本的 我認為這個正式的紙本文件的公報 可能它可以去調整它的格式 但是有一定的規格是必要的 但是應該可以開放更多元性的 譬如說你在網路上的公報 是不是可以有圖片 是不是它的字數可以增加 讓你在大家如果利用那個 電腦或手機去看的時候 可以有更多元呈現 這個倒是可以討論 但是公報的部分被重視 我覺得是OK 是很不錯的現象 不過大家如果去看 民意代表的 不管是鄉鎮市民代表 議員 立委 它裡面公報上面的證件 其實很多是行政部門的 那其實它沒有辦法落實也是合理的 因為它只能建議 這個部分大家比較沒有注意到 這個行政跟立法的奮技 這個提醒大家 另外就是有關於首長答非所問 我們是執政黨 所以我也不太方便去點名 而且我們委員會有八個 我們也並不是所有的首長 我們都遇過 講實在話 所以我去點名哪一些人 也不見得公平 說不定有比他更厲害的 但是我認為答非所問的部長 他最高招是他答非所問 委員還滿意 這就厲害啊 也是有這種高段的 但是你問不到你的內容 那我認為是質詢方的委員 跟主席的問題 而不是說這個部長很皮這樣子 那如果他永遠都是答非所問的人 那他要留得下來 我覺得在這個時代並不容易 我是這樣來回答 因為既然有質詢跟備詢台 然後急問急答 然後主席也有裁量權 所以他要答非所問 其實是活不久的 這一點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對這樣的一個制度還算有信心 但是問題在哪裡 問題是這個質詢的制度 其實我就算在辯論的那十分鐘裡面變贏了 行政部門還不去執行 你也拿他沒責 這才是嚴重 但是這個質詢制度就是這樣 它不見得有效 那反而是浪費了很多委員 跟部會首長的時間 這個提供大家參考 好我想我接續運鵬的講法 其實在立法院裡面非常重要 大家只看到質詢這件事情 但是質詢是權利嗎 還是只是工具 我們其實立法委員 我常常開玩笑說 立法院其實是缺了牙的老虎 我們也沒有調查權 我們也沒有聽證 我們什麼都沒有 我們唯一就是預算 然後靠質詢來要求行政部門 但是如果行政部門不理你 你還是沒辦法 所以質詢只是一種方式表象 那這個我就要提說 其實包括剛剛講的選舉公報 我今天發現真的是很多人提到這個問題 立法院我常常講說 立法院一個立委進來四年 這是一個長期的馬拉松 這是一個長期的馬拉松 這四年內這個立委怎麼表現 其實大家都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現在在這個時代裡面 選舉公報還有沒有那麼大的意義 那我們能要求只是中央選委會 讓選舉公報更多元化 用各種不同的方式來呈現 但是我這樣好了 我這樣問一個問題 你去投票之前都有看選舉公報的請舉手 喔還不少 你們這裡吃飽太多人 所以問題就是 你如果對這個人非常熟悉 你平常就看到他的表現 其實平常就看得到 所以在選舉公報來講 是越來意義越不大 但是問題是如果你通通沒有看過的人 那你不知道他真正的內容是什麼 你說這個有一個新人 我要去看他的選舉公報 問題是如果發現 新人所呈現的選舉公報 看實質上你沒有經過觀察以後 你的認知程度 你認為這個可信度到底有多少 所以這個我是覺得 大家可以去思考這個問題 那我要回頭說一下 我覺得其實我在立法院 我才第二屆 大家都認為我很資深 我很資深的原因是這樣 從1989年 就在立法院 我幹過國會記者 我幹過國會助理 我幹過國會聯絡人 我也常常在這個質詢台背詢 我幹過政務官 我現在幹立委 所以 將近20年來 我一直在看立法院的轉變 立法院該改的都沒有改太多 改改的都沒有改太多 所以現在大家應該真正重視的是 我們這個所謂行政立法司法 我們這個立法機關到底缺什麼 然後我們應該在制度上 趕快把它改過來 那這個部分其實非常涵蓋面非常多 第一個最高層次當然是憲法上 我們現在隔壁還有一個監察院 也不知道幹什麼 然後監察院長每次碰到我說 我們還缺11個委員 你什麼時候要補給我們 那監察院能夠發揮多少功能 這是憲政上的層次 另外 我們一直在談國會改革 國會改革包括五法 國會改革五法 直決行政法 這個行為法 什麼什麼 但是還有很多透過這樣的方式 透過不必修法的方式都已經達到 你看第八階跟第九階差距就多少就好 但是如果大家對國會的運作有興趣 像今天這個活動非常好 但是我還是建議一下 還是建議一下回歸到立法的本質 真正在議題上在法案上下功夫 在議題上法案上下功夫 真正下功夫認真在嚴引你法案的委員 到底有多少 我想大家也很清楚 所以真正重點其實是在那裡 不是質詢非常精彩 不是你口才非常好 而是真正到法案的時候 你怎麼呈現 這才是最重要我們立法的品質 如何讓一個立法院真正能夠反應民意 真正能夠達到人民的需求 這是跟大家一起來共鳴 謝謝 真的非常感謝現場就是四位委員 真的來到這邊 而且我們本來是講到三點半 但是四位委員都被我們強留下來 就是多折磨了25分鐘 我們現場所有的朋友 再給四位立委一個熱烈的掌聲好不好 對